打开手机之后点这个设置 找到蓝牙 把蓝牙打开 打开之后点这个刷新 它在刷新的状态下按这个电源键 就有这个链接出现 进行 好 以链接 链接之后它稍等一会儿 它会有一个鼠标出现的左方角 它会跳到刚才我设置的位置 好 我现在点左下角 这个左下角这个按钮是 按下去不松的话 它会一直在这点不停的点 松开它就不点 按右下角这个按钮 按一下它就会一直在这点 再按一下它就不点 调速呢是按下这个键 按这个键按下去之后 不要管它 然后按中间这个键 按中间这个键灯会亮 会显示这个频率 就是你现在按的频率 按上下键去调节速度 按下键就是减速 现在速度变慢了 再慢 再慢 调节到你想要的速度 然后如果加的话 加速的话 不停的按这个键往上下 频率会在这里显示 好 现在加到最高了 如果你想保存这个速度的话 你就再按一下这个键 中间这个键 灯就回面 然后它就保存这个位置和这个速度 下次你再连接的时候 它会从这里跳到这里 你就不用再设置了 好 我现在关掉 重连一下试一试 然后把这个链接取消 然后重新链接 重新链接之后 它会触标到这里 稍等一会儿 它会到这里 然后再到下面这个地方 好 我先试一下 好 有的时候会出现这种问题 就是它会移动到不知道哪个地方 那你就按这个键 按着左下角这个键 按着不放 按这个键 它就会回到左上角 回到左上角之后 你再去设置 再去设置你想要的位置 再 因为它偶尔会出现错误 你这样设置之后 重置之后 再去设置位置 比如我现在AC这个地方 按下这个键之后 再去按这个键 灯会亮 记位置之后 再按灯面 然后再去重拾一下 关掉 删除链接 重新 重新链接 好 树标出现 它会移动到刚才我要设置的位置 好 这就是刚才我试着的位置 然后去点这个 很简单 然后再来 再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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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